农业部长陈吉仲 受到民进党团来报告进口蛋的争议 而当中有20项的问题 其中一项关键报告曝光 被发现这巴西蛋并没有涂蜡 而对此农业部次长陈俊纪 他是透过访问来澄清 他说巴西蛋虽然没有涂蜡 但是是采用喷膜的方式 一样是可以延长保存期限的 不过其实对比这两种保存方式 真正能够延长蛋的保存期限 关键其实还是在于冷链技术 一早行政院等不到农业部长陈吉仲 还传出陈吉仲要赴立法院与民进党团开会 准备了20道题目 要来化解进口蛋疑虑 但人没到原本要报告内容 却意外被流出 其中一份下架的台农蛋是否有涂蜡 巴西的进口蛋有效期限到底是几天 答案没有涂蜡 鸡蛋保存期限 因应出产时间分别为90天 一百天一百二十天 农业部赶紧跳出来解答 没有涂蜡蛋有喷膜 喷膜涂蜡方式大不同 事实上巴西蛋出口到台湾时 农业部十六号用的就是喷膜两次 就像这样用不同的方式涂抹在水果上面 有涂抹的水果长期下来外观保持完整 或是有人用控油抹在蛋上面来保存蛋 农业部也说鸡蛋出口时 每个国家为了保护蛋壳处理方式大不同 像台湾蛋品食药署也有规定 若是采用油蜡处理 运输过程中的一个冷链的一个条件 报告中的一字一句都被放大检视 事关民生必须 农业部只怕需要说明的更加仔细 华氏新闻 蔡英宁张振杰台北报导 哈喽 我是蓝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